美国这个二十年前的时候就想要来围堵大陆了 但是因为介入阿富汗战争就没有空了 那现在呢现在二十年后又想要围堵大陆 就被讲说呢大陆已经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了 尤其呢它的经济实力或国际影响力 比如说它已经是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了 人家跟你抗中那是伤自己荷包会这样做吗 就包括了可以发现说大陆势力已经深入了中亚上海合作组织了 一带一路也填补了这相关的一些经济上 把他欧亚非全部串联起来 包括习近平主席也说希望能够推动RSEP 跟东盟这些国家一起 那欧洲的部分现在也开始说 我干嘛跟你美国走那么近呢 战略自主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 我们来看看包括说现在呢 美国还是一直在对抗中国大陆 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帅将军 就是呢在九月一号的时候 大陆有通过了海上交通安全法 比如说潜水器核动力的船舰 这类的船舰军船部分为主的 如果你来大陆领海的话 你就通报一下啦 结果呢在九月八号的时候 这个是美国的班福特号 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南海 就他冲撞的是美济礁的十二海里以内 结果呢就被说中国大陆有驱逐 他另外呢 这个我们来看到环石的总编辑胡锡进也说 如果你来的话这就是彩虹线 我们的这个中国军舰必须加快来到哪里 去你们的关岛啊 去夏威夷也去啊 甚至还说要做好在南海呢 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胜美国的准备 甚至呢大陆还有官媒讲说 我们中国大陆这边呢 也不会跟你这口头警告 如果你真的来闯十二海里的话 我们会火速出击啊 这个有一句话大家都讲过 我和习近平也讲过 那边也讲过 太平洋很大 没限制你来 南海也很大 对呀 你一天到晚拿美国长 航行自由权 自由航行权 到人家的船来岛去 目的在哪里呢 因为美国这一百年来 就是奉行海权强国 马汉的理论 它在全世界各大洋都有海军基地 都有军事基地 都有机场 那这个东西对中国大陆的威胁是什么呢 中国大陆要想rise up 要兴起 一个是陆上思路 一个是海上思路 各位要知道 海运是最便宜的经济数据 一条轮船装的东西比你一列火车还多 而且安全性也高 所以这个海上思路呢 中国大陆受制于什么 印度 印度要干预的话 这条路就有问题 对 那印度又没有能力干预 就旁边有一个人来壮胆 你不要怕 我的舰队天天在这边show up 让这个海上思路 始终感觉到威胁 这是一个 那美军就不得不在南海里面 偏偏做军演 做这个军演呢 一方面希望中南半岛 你越南不是也有海上的主张吗 你菲律宾不是也有海上黄叶岛的主张吗 你们没胆啊 我给你胆啊 借胆给你 借胆给你啊 这个天天在这里show up 那中国大陆也搞了一个 海上水下的一个规则 因为今天真正能够威胁中国内陆的 是美军的全体 跟它的洲际飞弹 跟Tom Hawk飞弹 所以你看最近为什么台湾 每次共军的飞机 在哪里绕得最多啊 巴士海峡 我们东西南部的这个水域 因为那是太平洋深水区 到我们东港 到我们高雄左营的一条水道 因为台湾海下很浅啊 300英尺 坐飞机可以开 有时候可以看到海底下 你有没有前前一眼都看到了 所以中国大陆对美军支援台湾在南边的水道 它下了那么大功夫 南海它不下吗 现在岛礁中国大陆已经全部建起来 但是机场也盖了 但是并没有进驻多少飞机 也没有安置了很多陆基返舰飞弹 所以美国 美国才赶的嘛 晃来晃去 晃到你家门口 等到这个慢慢部署完成的时候 态势就变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包含美国的航母 就没有办法拦截东风 中时期跟二十期高音速低空反舰飞弹 所以刚刚你看荧幕上911那两栋大楼一炸 死了2950几个人 随便哪条航母都是5000人 美国在深处港被偷袭的一条阿里桑那 一两千人 就变成国家的国耻跟痛点 那现在无论福特号也好 这个个型的这个航空母舰 四千到六千人 还价值上百亿 上数百亿的飞机跟船舰的造架 所以基本上 真正威胁中美的局部战争的话 不见得是航空母舰 我再三提醒 今天水下发展的东西 大家都是秘而不宣 老共也在搞好的船舰 美国到目前为止 欧哈欧局这些局的 海狼巡的这个船舰 还是世界上第一 那慢慢慢慢 中国大陆黑科技起来以后 他就可以势均力敌 所以你看到的舞台是在南海 那真的要干起活来的时候 一岛链二岛链 美军的基地就是人家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澳洲喜欢跳上跳下在那里喊呢 因为澳洲在二十大战就是麦克拉赛 菲律宾打败以后逃到澳洲去的 美国要想反攻太平洋战争的话 就要用澳洲为跳板 台湾第一岛链他算算台湾不见得完全能守得住 他的军推不是我在这里造谣 他的兵器推演 美国军方的推演 他台湾可能守不住 他都退到第一岛链后面了 他就退到第二岛链 第二岛链是关岛澳洲印尼 它是这么一条线 所以人家早就在做第二岛链的准备 那今天第一岛链为什么让你有这么危险呢 全身讲最危险的地点是台湾 因为这些棋子被鼓动到 跟中国大陆开仗的话 是美国最廉价的消耗 我被阿富汗消耗20年 所以你都看衰我嘛 对不对 那不管是越南印度台湾日本 跟中国大陆搞起来的话 同样消入你这个老二的地位 就变老三变老四嘛 所以大战略不是广是外交辞令 那是场面化 你看他的布局 那中国大陆他也有没有他的远光 有啊 你海权称霸了三百年 是 我跟苏联联合起来 苏联只要解除了北大西洋工业的欧洲国家的 疑惧之心 他们怕的是苏联嘛 把疑惧之心解除了 陆上思路海上思路 这个经济 刚刚接大使也讲 经济是一切的原动力 跟引进 经济地盘够大 这国家就够强 所以这两条思路 大家看起来 阿晓已经听了很多 这个 耳熟能强 已经不知道当回事 这两个才是 陆权国家能不能够称霸世界 替代了美国 他成败的关系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那里 嘴巴上讨论 人权了 自由了 我告诉你 最不讲究人权 就是阿富汗周边这些国家 美国的战争造成一千万的难民 中国大陆要聪明的话说 你惹的事 你的难民带不带回去 最起码你把你 帮你美国政府做事的 这二十万人带走 因为这些难民 巴基斯坦倒霉 吸收了三四百万 那希腊 英国 欧洲 都关了大门就怕你进来 所以这些问题错终复杂 所以我们看大局你想干什么 所以你才会在那里布什么 对不对 南洋 南海问题等到 真正的反舰飞弹部署完了 就没那么热闹了 那台湾在巨子战略 中国大陆的巨子战略威胁之下 航母也不会来 我觉得它来的是潜艇顶多 空中的决战做完了结束了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要看 你嘴巴讲什么 我要看你实力有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局还有得搞的 还有得搞的 你像中国大陆也一下端不下来阿富汗 我告诉你 阿富汗靠什么生活 911的时候 它的鸦片的产量只有100多吨 对 现在是 万吨 万吨 你怎么改换它的生计 你去接手了 这些鸦片从哪里走 以前是金三角鸦片 后来全世界毒品市场是阿富汗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阿富汗不但外销 美金也抽了不少 对不对 你从越战例子看得出来吗 美金吸毒状况很严重 所以这些问题 一个国家的衰弱 跟一个国家的rise up 刚刚有人讲说 恐怖事件造成大陆灼起的契机 你怎么不看看 大陆每年的春运 三亿人口在流动 为什么流 到外地打工的工人 过年回去看一次 这么拼死拼活 小孩养给祖父母 自己在外面 努力打拼 这是打出来的 那同样 阿富汗的机遇 苏联为什么 没有变成经济强国呢 对 那日本为什么 不能够经济变成世界第一 它曾经第二过 所以这些问题 行不行 要看自己努力 台湾能不能生存 也要看台湾自己拿捏得准不准 千万不要乱投机 有这个大环境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呢 那有时候这个大环境 你要懂得秀这个氛围 譬如说 美国说要抗中 很多小老弟都往前冲 日本 澳洲 包括台湾 通通往前冲 但是现在美国 如果说转弯不打方向的 那那些小老弟还继续往前冲 那不是尴尬了吗 我们等一下问一下汤老师 因为这个金砖五国的当中的峰会 我们就发现说原本印度也很抗中的 但是你从他的 你看他洋洋沙沙 其实写了七十四点 里面很多点都会发现说 好像印度也没有那么抗中 因为当然他是主办国 大陆能够给他面子 他其实也是觉得还蛮不错 但是你看他里面有几点 他支持新冠溯源 要基于科学透明的 那非政治化 还有不受干扰的进程的研究 这个是新冠溯源的部分 另外疫苗的部分呢 美国之前还说希望印度来帮忙怎么样 在亚洲地区提供了十亿剂的疫苗 抵抗中国大陆 但是现在他们说呢 这个金砖五国 这个五国通过双边国际组织 然后赠款这个方式来进行疫苗的合作 另外呢 其实印度他最近还蛮觉得说 怎样都没有话语权 阿富汗人家都不跟他谈 那现在因为这个金砖的问题 他终于有阿富汗的话语权 促进阿人内部包容性的对话 确保和平稳定 问一下他老师你怎么看 印度好像看起来原本很抗中 但是这个金砖五国是 风向也有一点变了 这个风向转变的原因 就是因为阿富汗的溃败 因为原本呢 印度在这个阿富汗的问题上面呢 是美国的一个小老弟 因为美国看到的是什么呢 美国是希望 连拉拢印度来对抗中国 这个主要就是在这个四边会谈 叫做QUAD的这个机制里面 希望印度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说才会有把亚太变成印太的这种转变 那在这一块呢 印度呢还多多少少都配合了美国 可是呢 在阿富汗问题上面 印度的角色啊 可以说是一个小媳妇 怎么说小媳妇呢 是说美国呢 他看到你 因为美国跟这个印度都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说印度可以跟阿富汗有一些什么联系的话 当然他就会对于这个夹在中间的这个巴基斯坦 以及背后的中国就产生一定的牵制的能力 对不对 因为印度我们都知道他跟巴基斯坦是死敌 那跟中国之间呢 也有一些这个解开的 这种边界的这种危机跟冲突 那所以说呢 印度是处心几率 他想在这个阿富汗呢 能够站稳脚步 那站稳脚步可是美方呢 因为他还有一点什么想法 这跟印度是不一样的 他还想多多少少要拉拢一下这个巴基斯坦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跟巴基斯坦他们的关系是像这个坐零销飞车 一下子很好 一下子又很坏 非常不稳定的 可是呢 美国是有这个想法的 就是因为他想要拉拢巴基斯坦的话呢 他就可以在阿富汗这边呢 他做得更稳当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塔利班呢 他是这个普希图族的 而这个普希图族啊 不但是在这个阿富汗 就有一千 有差不多有一千多万人 他在这个巴基斯坦这边呢 有三四千万人 而且在这个印度这边呢 也有五百多万人 所以说他这个是 这个一系列是跨 阿富汗 巴基斯坦 跟印度 三个国家的 所以说现在印度呢 他原本跟阿富汗的前政府 有很多的合作关系 他还在那边投资了 很多的这个建设 可是现在美国一走了之了 好了 尴尬的就是印度 除了美国以外 最尴尬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印度 你到底要怎么来面对 现在的这个塔利班 而他们看 眼睁睁地看着 塔利班现在跟中国 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现在好像又慢慢地 开始有些什么样的起色了 那所以说 就使得印度这边呢 他在这个阿富汗问题上面 他也等于说 摘了一个跟头 那摘了一个跟头以后呢 他就要想啊 他说如果说 我还是跟着美国 在另外一方面 在这个Quart 在这个四方会谈这方面 我还继续地跟着美国 当跟班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如何来面对中国呢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 从阿富汗那边 来用一种力量来迁离中国 那所以说呢 印度在这个阿富汗事件上面呢 他确实他丧失了 要跟中国 以及跟巴基斯坦 博弈的很大的一块筹码 那这样子 所以就使得 他在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 这个高峰会上面 他们的这个决议上 我们就看得出来 这个印度呢 风向已经有点在转弯了 已经在转弯了 在转弯了 意思就是说 你看我跟着你美国跑 结果呢 你一走了之 把我那边甩在那边不管 那我现在陷入了这种困境 那你来怎么来帮我 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美国啊 给人家的印象是说 他想要跟塔利班啊 还要有一些联系 还要有一些协商 这个东西看在印度的眼光里面 他觉得说这个是很难接受的 他说你原本 你跟他 这个势不两立 可是你现在呢 好像你又要开始携手合作了 那你要这个印度 情何以堪啊 那你要他到底要怎么办 那所以现在的这个印度呢 他对美国的这一次在 阿富汗的这种大溃败 他是觉得说 他现在是到了一个 该检讨的时间了 再不检讨的话 他跟着美国跑 可能还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那所以说 他现在跟中国之间 这个关系呢 我看可能慢慢慢慢要转化了 原本我们在这个之前啊 在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在那个时候的G7的 这个会议上面 主办国是英国 英国呢 邀请了 这个所有金砖国家的 这个领导人 他是做这个会外的贵宾 因为你不是G7嘛 对不对 把你当会外的贵宾来邀请 同时他也邀请了这个Quad 这个包括日本澳洲什么的 这些全部都当了会外的贵宾 也就是说 在这个G7的这个会议里面 他把这些这个金砖的 这个四边会谈的 这些人全部找来了 意思就是说 咱们要团结一致抗中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当时呢 就是这个印度的 他是接受邀请 可是他因为疫情他没法去 所以他没有去 可是南非去了 所以金砖里面还有一个南非 南非也去了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说他们抗中的这种用心 是非常非常积极的 那可是现在呢 整个这个阿富汗的情势一来 就使得现在印度呢 他就陷入到了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 所以说他现在我让人感觉到呢 就是说他现在开始要跟中方 要把这个调门要放软一点 这个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四边论坛 就是Quad 可能将来在印度这边 他的功能啊 可能会有打一个折扣 当然我们还要看 因为马上再过两个礼拜 他们就要举行这个Quad 这个领导人会议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全是去 那个纽约开这个联合国大会 所以在那个场合里面 那就是要看看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发展